三藩市市長宣布撥款600萬用於預防槍支暴力 三藩市市長布里德在星期一與警察局長Williams Gabb一起宣布 將撥款600萬用於預防槍支暴力 該項撥款的資金來源於加州社區治安委員會 始於2020年委員會就已經資助了150萬 用於本市的減少暴力計劃 據說今年增加的600萬撥款 可以繼續支持這個計劃運營三年 這個計劃在三藩市警察局和賓夕凡尼亞大學 加州安全社區夥伴 街頭暴力干預計劃和創世紀行動公司 合作開發的一項計劃 這個計劃已經在三藩市第十區 Bayville Hunter Point Vicetian Valley和Patera Hill社區實施 它的最終目標是擴展到其它地區 根據新聞稿稱 這個計劃的目標是減少槍擊和凶殺案 打破慣犯的循環犯案 並和執法部門和受暴力影響的社區之間 建立信任 市長說 雖然政府在三藩市的刑事司法系統 改革方面取得盡大進展 但是仍然有工作要做 這一筆撥款使我們能夠繼續支持 那些最有可能犯下暴力罪行的居民 通過在他們所在的地方和他們接觸 從源頭開始預防犯罪發生 天下維持記者編輯報導